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文静永远都是小公主 但是也不至于吃饭连筷子都不会用吧 当然不是 他后来呢自己在微博上解释说 一开始是礼貌 为了干净卫生才把筷子反转过来 后来吃乱了 加上两个人越聊越开心就直接用了 他的这个动作很多网友都发现了 说宜能静平时看起来是有点作 但是从这些小细节看得出来 宜能静的素质还是挺高的 有网友表示宜能静的心态才是值得一赞的 王文静说自己还挺怕网络舆论的 宜能静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他 自己被黑了几十年了完全不配儿 小飞表示果然是神经百丈啊 饺子妈还要多多学习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